接著我們要上一個重點叫做封面 封面是一個重點,請各位要注意 那麼封面就是兩軍交鋒 兩個氣團撞在一起 中間這個交界帶就叫做所謂的封面 數學的面沒有厚度 這個交界帶當然有厚度 只是比起左邊右邊那個氣團很大來講 它等於很小忽略不計 就當作沒有厚度,叫做一個面 所以兩軍交鋒兩個氣團的交界的地方 叫做所謂的封面 這上面是一個氣團 下面是一個氣團 兩個氣團撞在一起 所以這個交界帶叫做封面 所以這一條跟這一條叫做所謂的封面 當兩個氣團撞在一起的時候會打架 會開始扭轉,會開始旋轉 旋轉,它是逆時中的旋轉 所以中間是一個低氣壓 所以以前氣象局在爆氣象的時候 經常會爆一句話叫做封面 就這一條 封面由低氣壓中心這裡向西南延伸 封面由低氣壓中心向西南延伸 就這張圖所畫給你看,所顯示的意思 但像你現在比較少這樣講了,就這個意思 封面的左邊右邊前面後面 是兩團不一樣的氣團 所以封面通過之後你碰到不一樣的氣團 因此你的風向會變,風速會變,氣溫會變,氣壓會變 天氣狀況會發生改變 所以封面的前後有很多東西都會不一樣 都會不一樣 就是封面 封面總共有四種 有暖風、冷風、滋留風跟求顧風 但是台灣只看得見兩種 冷風跟滋留風 這是因為緯度的關係 等一下就會告訴你 這條封面叫做冷風 這條封面叫做暖風 台灣在這裡 所以台灣只看得見冷風 台灣只看得見還有一個滋留風 所以台灣沒有暖風跟求顧風 如果你是小日本 你就四種封面都碰得到 這大山東半島應該也可以有機會 韓國你就會有四個封面都看得到 那台灣就兩個 所以考試的時候喜歡考冷風跟滋留風 因為台灣有 暖風也會考 但相對而言比較少 比較少 所以冷風跟滋留風 台灣只有冷風跟滋留風 我們還有教一個暖風 我們沒有教求顧風 高中才會教 什麼叫做暖風 暖空氣 暖將軍獲勝 暖空氣推向冷風 這叫做所謂的暖風 它的符號是一個紅色的半圓形 考卷只有黑白沒有紅色 那就看半圓形 半圓形這個圓形的位置 代表的是前進的方向 我們習慣上上面是北方 下面是南方 北方是寒冷的 南方是溫暖的 暖空氣推向冷空氣 所以我的圓圈圈 半圓形朝上 代表暖空氣向上推動 所以這個代表的是 封面前進的方向 前進的方向 OK 暖風就是暖將軍獲勝 暖空氣推向冷空氣 當我通過暖風通過我之後 我就會碰到後面的暖空氣 所以我的溫度就會怎麼樣 上升 我都會上升 同時暖空氣的密度比較小 所以它會一邊往前推 一邊往上爬 往上爬 上升氣流 氣壓下降 體積膨脹 溫度降低 容易飽和凝結成雲 有雲會下雨 所以就會形成一個 所謂的封面雨 這個雨呢 叫做所謂的 封前雨 封面來臨前下雨 這個圖上面 底下是暖空氣 上面是冷空氣 所以暖空氣推向冷空氣 所以這條叫做暖風 打斜線的地方叫做雲雨區 有人畫的時候會分雲區跟雨區 我們沒有分 就是個雲雨區 那麼我們的封面呢會朝我們的右上方前進 在往前到封面來之前就是打斜線了 就是下雨的時候 所以它叫做封前雨 封前雨 賴黃川師考過 賴黃川師考過 封前雨 封面來臨前下雨 或者是 像這裡所顯示的 左邊的暖空氣推向右邊的 冷空氣 一邊往前推 一邊往上爬 往上爬 然後就會形成雲 這個雲是成狀雲 成狀雲會下綿綿 細雨 地面上是暖空氣推向冷空氣 所以地面上所形成的封面 是所謂的暖風 所以地面上你看他畫了一個暖風的符號 暖風的符號 推過去 然後往右邊走 所以呢你的封面來之前就已經在下雨了 所以它叫做所謂的 風前雨 所以它所謂的風 所以所謂的風前雨 或者是這張圖的意思也是一樣的 就是左手邊的暖空氣推向右手邊的冷空氣 一邊往前推 一邊往上爬 往上爬就形成成狀雲 然後下綿綿 細雨 那麼這個就是 暖風 往前走 要過來 來之前就在下雨了 所以它叫做風前雨 就是所謂的風面雨的部分 所以以上就是跟各位介紹 什麼叫做暖風 先講有風面 然後再介紹 何謂所謂的暖風 OK